而就在这个时候呢 这副总统参选人的电视辩论会 在礼拜六就即将要登场了 而亲民党的参选人林瑞雄在晚间表示 他未来几天会以轻松的心情 来好好的准备这场的辩论 不过被问到说 他会不会担心被电磁波攻击 他说呢 最近电磁波已经减少很多了 而且他也回绝了有人要送他相关的防护装备 先生国大代表联谊参会 亲民党副总统参选人林瑞雄周六 就要参加电视辩论会 声称自己深受电磁波困扰的他 这次不担心被干扰表现 我相信这个时候大概比较少了吧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这无形中可能还很多 不过最早我已经脱离最危险的前面三天 已经脱离了 所以大概不至于吧 一问到电磁波话题 林瑞雄本人不在意 到时身旁的议员们急了 有委员说想要送您防护衣这个部落 不必啦 因为我这次做外面专家那些防护衣 对我来讲 好 谢谢 就怕电磁波话题转移焦点 周六就要登场的电视辩论 林瑞雄说自己这两天会以放松的心情 好好准备 至于先前被诟病的双重国籍问题 也已经确定解决 我11月22日中午拿到 在AIT真的拿到 美国国务院发给我的 已经换起国际的证明 资格问题顺利过关 身为公卫大佬的林瑞雄 没透露电视辩论的主轴为何 只说自己兵来将党水来吐烟 名副其实的老神在在 中天新闻黄一群台的报道